肝是沉默的器官 有高达九成的肝炎 没有症状 透过定期抽血检查才能发现 却有近六成的民众 不知道自己患有C肝 特别是中南部的民众 盛行率比起北部还要高 C肝盛行率大概是10% 加加减减 或大概平均都一样 但C肝就有很大的地域性的差异 比如说在台北 我们都知道只有1%到2%左右 但是在云嘉南沿海地区 可能就高达10%甚至20% 那么其他地方像苗栗的院里 也是高达20%以上 慢性避肝和吸肝 是造成肝癌的主要原因 眼前这位陈先生 本身就是避肝的代言者 好在全家都拥有正确的观念 逃过肝癌威胁 我母亲在2003年 虽然检查出肝肿瘤 她还5.8公分 透过切除治疗之后 她现在已经80岁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只有我家里有那个观念 像我的舅舅 有四个人死于肝癌 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去抽血检查 因为肝它是不会痛的 当你会发现出状况的时候 都太慢了 好 现在看你的肝炸 医师建议家里有家族史或是B肝C肝 代言的民众 最好每半年定期抽血追踪 或是进行腹部超音波检查 而45到79岁 只要符合B型吸性肝炎 筛减资格的民众 终身可以免费进行一次筛减服务 而北市今年办理的时间 直到2月26号 提醒市民朋友 把握免费筛减的机会 人间卫视 一路里骑台北裁缝岛